前七名的話,當然如果你圖法列剛來做的話 顯然不是好方法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拿什麼 拿剛剛格式化這個 其實拿這個來修改就可以 把格式化這個程式改成什麼 改成前七名就可以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基本上只要改一下 其實邏輯好像都差不多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要把資料拿過來而已 本來是把底色變更 有沒有 所以如果邏輯一樣 如果假設這個裡面是前七名的資料 就幫我把同一列的資料放在這邊 F欄裡面 所以怎麼樣把資料放過來 那放資料的話 其實基本上這個是資料 A欄裡面的資料 那要放在哪裡呢 基本上放在F欄的第二個儲存格 所以大家如果現在這樣放 這邊可以把它 再複製一個 這邊叫F好了 把後面的東西 放到前面的話 中間加一個等號 這個等號意思是說 把找到這個A欄的資料 哪個資料 12號 幫我放在F2裡面 所以我們需要讓它往下的機制 第一次放F2 第二次放F3 因此類推 所以將來你可以怎麼改 把這個地方2 改成另外一個變數 也許叫K 反正寫在哪裡 寫在這上面 K的預設值 等於2 意思是先放在2就對了 這邊改成K 有沒有 所以F2 當它已經放一個之後 把K的值加1 所以底下再寫K 等於K加1 那K本來等於2 加了1之後存回去 那K就變3了 有沒有 那再來 一字類推 K如果等於3之後 再加1 K等於4 所以呢 如果我把這邊寫完之後 執行之後 那我們這邊就列出來了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邊注意 最後的話 那另外再寫一個什麼 前期明清 清除很簡單 把那個範圍照清空就可以了 這應該前面也有講過 所以最後的話 我希望 所以我剛剛其實只有改兩個 應該只有改幾個地方 把這個 複製過來 複製到這裡 然後主要是把 這個本來是 這個的底色 改成這個裡面的資料 就指的是這個 這個資料 放到前面去 那本來是F2 我把2改成K 有沒有 它預設值從2開始 所以這個叫預設值 然後呢 每加一次之後的話 每放個資料之後 把K的值加1 就這樣寫就可以了 那這樣後面的話 請各位自行完成 那今天的作業 原則上大概就是把 按鈕請各位自行 再把它加上去 這個加按鈕 前面講過我就不贅述了 最後做出來應該是 清除掉 有個熱透彩 然後有個格式化 清除 然後清除 這個自己寫一下 然後前期明列出來 但是啦 如果 後來就我同學 也會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 前七名啊 幫我按照名次排 因為我現在應該是 先找到 就先放 可是有沒有辦法 可以直接 這個就放第一名 這個上放第二名 意思是推 有沒有 這個就1到7名 這樣怎麼做 那請各位 也許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 就是把那個 剛剛講的部分 樂透彩部分 把它完成 那我在Moodle上面 我有開了一個作業 所以請各位 把這一題 也許先試做看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原則上我們就是 會再來看 那個有關就是 網路爬蟲的部分 如何利用Excel 做一些簡單的 爬蟲 就是避免你要 重複去抓取 某些網頁上面的資料 然後你需要 塗法鏈鋼 這個部分